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大家好 我是小辉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首先进入法治动态 近几年 网贷平台的兴起为不少人提供了便利 但是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产生 近日 北京二中院对近三年受理的网贷类执行案件进行了调研分析 经统计仅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三庭 2017年至2019年的1002件仲裁类执行案件中 网贷平台类案件就占15.8% 法官对网贷平台类执行案件的特点进行了总结 一是案件执行依据均为仲裁裁决且增长明显 二是案件中当事人众多且贷款恶小 三是案件被执行人涉及年龄范围相对集中 20到30岁之间较多且多用于个人消费 但也不乏50到60年龄段的自然人 职业角色多元 有刚入职的大学生 也有公务员 我们在这里也是建议广大的这个借款人 尤其是在这个马上双十一 这个年终消费节也到了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真实自己信用记录 不要在这个网贷平台上恶意借款 甚至是这个逃避还款 近日民政部印发 养老服务市场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实行 对养老服务市场进行规范约束 办法明确 自2020年6月1日起 养老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 由以非法集资 或者以欺诈手段销售保健产品等方式 诈骗老年人财务等行为 地方民政部门应当将其列入 本辖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接下来有请小辉带来今日热度榜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热点事件 登上了今天的榜单 我们看到排在首位的是 全国消防宣传月来了 今年的主题是 防范火灾风险 共建美好家园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增强防范意识 共同关注消防安全 排在第二位的是 动物园遭起诉 不注册人脸识别无法入园 近日浙江杭州的郭先生 将当地的动物园诉至法院 原因是园区规定 没有注册人脸识别的用户 将没有办法可以正常入园 郭先生认为此举违反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排在第三位的是 两部未成年人法律修订 公开征求意见 日前中国人大网公布 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 并公开征求意见 对此网友有话要说 有网友就表示 强烈建议修改 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力度 不能因为年龄限制 而对其免责 还有网友表示 校园霸凌是一种暴力行为 年龄不应该是 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伞 好 以上就是 今日的热度榜的全部内容 在这儿我们要向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争计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来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二维码参与互动 您的观点将有可能 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 接下来进入 今日聚焦 近几年各种教育培训机构 办得是如火如荼 往往半学岛口碑好的那些 老牌机构更是受到大家的青睐 但是这样的老牌机构 就一定靠谱吗 前不久一家名为 微博英语的老牌机构 就引发了关注 北京 上海 成都 等多地的校区大面积停课 员工离职 人去楼空 这段视频是发生在 一家英语培训机构门前的一幕 众多交了钱的学员 正在向培训学校索要学费 然而发生这种情况的 并非一家门店 目前这家培训机构 在北京 上海 成都等 全国多个地区的学校 均以大面积停止运营 这让很多交了钱 却还没上完课程的学员 不知所措 在北京工作的齐女士 为了提升自己的英语水平 便于2017年6月份 在微博英语 报了三万五千多元的 培训课程 他们很多老师 都特别认真负责 当时学的也比较不错 然后我感觉挺靠谱的 就继续订课了 然后转的是雅思的课程 齐女士说 几万元的课程 还是会给她带来 一些经济压力 但为了能更好的学习 培训班的销售人员告诉她 可以再和他们 有合作的金融机构 进行分期付款 百度 有钱花 还有度小买 每一期差不多要700块钱 就是一个月是1400 购买的培训课还没上完 学校倒闭了 自己每个月却还需要按时还款 这让其女士觉得十分不公平 遇到同样问题的 还有给自己的孩子 报了班的李女士 李女士全款缴纳了学费 孩子现在不仅课上不成 钱也找不回来了 记者了解到 培训班停课后 老师向学员发出通知成 微博即将倒闭 并让学员进行登记 记者走访发现 北京微博英语 除了国贸店 其他各大门店均也关闭 店内有学员正在查找 自己的合同 只有一名工作人员 在进行退学登记 进行退学登记 有何意义 事情又是否 像工作人员声称的那样 钱怎么进来 就怎么退回去的呢 许多学员向记者反映 事发至今近一个月的时间 仍然没有人告诉他们 什么时候才能把钱退给他们 他让我们填过一个退费单 然后上面是没有公章的 对 然后也没有写具体退费 是哪一天 因为他不写日期 我不确定你什么时候 会给我们退款 目前就是这种情况 退费特别困难 然后找不到他们负责人 记者了解到 此次事件中有许多学员 都是通过银行信用卡 或者金融公司 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 支付了学费 培训班无法退款 那么这些金融机构 又能否帮助学员 要回他们的学费呢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就按照我们的合同约定 没有办法给你暂停 您额外的 像刚才这位女士讲的 我其实就是理解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去那种 因为这个事的确是 事情很复杂 所以说我们银行 首先我们还是要表明一下 我们这样的一个积极处理 这样一个态度 就是我们的确这个事 都在积极的行销当中 都在积极的处理当中 所以说也是非常希望 首先也是先信任我们 然后另外也是希望 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时间 记者从公开信息了解到 微博英语创立于1998年 截至到2018年7月份 微博英语在全国60多个城市 拥有150多家中心 学员数超过数万人 9月28号 一张自称是 有良心的微博英语员工 贴出的公告在网络上流传 引发众多微博英语学员的关注 记者随后联系到这名员工 据他介绍 他其实是微博英语的外教合作商 我跟微博英语北京 合作了五年了 然后基本上 微博每个中心 都有我们的外教 今年大概是在 五六月份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高管跟我说 微博经营有问题 会有一些状况 本着信任对方的原则 刘勇并没有终止 和微博英语的合作关系 而是选择继续合作 但随后 微博英语连续两个月 为支付相关费用 共计二十六万余元 他们在九月三十号的时候 甚至十月 有的部分中心 十月份之后还在收费 但是收完费之后就倒闭了 倒闭完之后再没有 是没有下文的 2018年8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规定 校外培训机构 要严格执行国家 关于财务与资产管理的规定 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 应协调一致 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 超过三个月的费用 但是微博英语 动辄上万元的学费 是否遵循了相关规定呢 一般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它因为并没有立法 而且就是怎么说呢 监管方面不是很严 所以就是整个业界 都存在这种现象 包括其他的培训中心 他也是说 交个一年两年三年的钱 甚至 然后收的一点都不手软 培训班退不了费用 金融机构也没法暂停 分期还款 目前众多学员已组成 维权群维护自身权益 我们家孩子四岁多 他不会觉得 是学校的原因 他会想 妈妈是不是我 表现不够好 是不是老是不喜欢我 我是不是不够乖 我是不是怎么怎么样 他会想到自己 他就会很难受 我现在我一直能提交法院 所以现在就是 很多这种情况 就心里面你就很难受 你就很难受 因为你知道这个人 这些事情很坏 这个做的这些事情 很伤害你 但是从那个 就是你从合法 合理的途径 你确实你拿这个 拿这个人 拿这些事情 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收费后宣布倒闭 倒闭后我们知道 这个学费是非常难退的 那么就只剩下一大批贷款 还没有还完的学员 对 而且我们看到 很多学员都是以贷款的方式 交的学费 那动辄几万块钱的这个学费 一下就打了水漂了 真是太冤了 下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 本栏目特约评论员程丽庚 程老师您好 你好 一些教育机构 收完钱之后 马上就跑路 这些不是什么新鲜事 那为什么这种现象 会这么多呢 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 我觉得这种培训 是一个刚性的需求 因为有这样一种 市场的需求 所以众多的培训机构 还在这里培训 第二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这种销售课程 瞄准着你的心理 它用你多卖课 然后给你极大的优惠之后 其实又是你 买了很长时间的课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它的运营管理不善之后 就会造成卷钱跑路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在讲 是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不够 缺少业务主管部门 更缺少在市场运营过程当中的 监雇监管 基本上 它是处在一个相对真空状态下 仅仅靠消费者自己来 会互权益 力度不够 所以我觉得要多管齐下 对这种现象 真的应该施以重拳 并且对他们的监督馆长 要日常化 好 感谢程老师 下面进入今日热图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 大屏幕上的这张图 这个是发生在湖南长沙 一个非常著名的 5A景区 越路山的事情 那平时呢 这里有不少的骑行爱好者 会选择在这里骑行 那么行人也会在这里经过 近日这条山路上 多了几处像梅花庄一样 排布密集的拦路杆 那么一旁呢 还有文字的标注 禁止骑行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发现 这些骑行爱好者 它就较劲 越是有困难 它越兴奋 是吧 你不是立了这个梅花庄吗 我干脆我搬着车 我也要给它跨过去 那这件事引发了多方的讨论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 平原白宇的点评 越路山是国家无危机的旅游景区 每年都有数百万的市民 进入景区当中游览 除了骑车的 更多的是走路的 可这么窄的路 您从身边呼啸而过 碰着谁谁也不合适 说谁也没碰着 自己闪下去了 它自己也不合适啊 有人说呀 我骑行技术高 那您不应该从这梅花庄的边上挤过去 您应该从这梅花庄的顶上骑过去呀 就在去年的时候 两个大学生在越路山夜骑 因为坡度太陡 车速过快 自行车来不及转弯 直接就冲下了山坡 造成了一死一伤 景区不管 那是失责 竖起梅花庄 也实属是无奈 在长沙呀 其实适合山地骑行的地方 的确不多 但是没地方骑 不代表去哪儿骑都合理 您喜欢的 得亏这是山地车运动 您要是喜欢个翻船运动 不得进游泳池 但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说 新需求给供给侧 提供了新的商机 骑行者希望的另辟蹊径 划分骑行区域 也不妨成为供景区参考的建议 但是 在没有两拳的办法之前 咱们只能有一拳 那就是保证每一位游客的安全 越路山容中国古文化精华的 如道佛为一体 包容了历史上的思想巨子 高僧名道 骚人莫克 共同开拓的文化内涵 和和文化也不仅是 越路山的高贵品质 更是咱们中华文化的精髓 千万别让这几根梅花桩 抹杀了越路文化 和咱们长沙人的才气 感谢白宇 下面进入火焰栏报告 对党忠诚 纪律言明 赴汤倒火 结成为民 今年119消防宣传日 是习近平总书记 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授旗并致训辞一周年 对 新起点 新征程 烈火担心 铸就蓝燕勋章 一年来 各地消防救援队伍 用行动 践行着自己的誓言 那今天的火焰栏报告 让我们走进云南丽江 去看看 常年驻扎在高山上的 临海守护者 跟一 上级要求 先命令火中队 进入迪隆雪山 扣前住坊 希望同志们 携带好相关物资 按照中队议案 确保原本完成 此次扣前住坊任务 同志们 有没有信心 有 大分钟 从年初 一直到6月份的时候 因为这段时间 云南的天气比较干燥 所以的话降级也比较少 所以这块我们主要是 以预防为主 进行一个违级景区的 一个靠前住坊的工作 一龙雪山的话 它是一个国家重点的景区 因为上面的气候比较恶劣 这2.6万公顷的棉石森林 所以说这些树木 这些树林 它的形成 非常不易 所以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保护好 这个美丽的地方 在雪山车飞上进行防火执行 然后主要的目的是 这个给游客宣传防火的知识 基本上每人每车 基本上都能宣传到 让他们尽量杜绝景区的用火 你觉得要轰打 这块啊 沿着北路开始下回来 那个西北街速化火车 我来的 对咱们还有危险 好 哇 哇 车车车车 车车车 车车车车 车车车车 快点车 车车车 车车 车 你平原着火 一个山总是千八百米 那就是山很低了 在云南都是在海拔 两三千米 或是三四千米以上 我们俗称叫高山灵火 我们到达火场之后 基本上天已经黑了 地龙线这边的山呢 它比较陡 它都比较陡 所以我们的这个鞋庄呢 徒步的话 差不多两个多小时呢 接近了火场之后 然后眼前就是一片火海 这个我们的灭火装备 现在呢都是一些 你叫以风力灭火和水 水灭火这块为主 这块我们都必须是 非常靠近这个灭火的去扶打 如果你离得远的话 它效果也不好 所以对MG块的扶火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烤 非常的这个热 第四天 我们已经淡尽凉家了 饭都是从路上捡来的 各项的应急救援工作 包括灭火作战 防火之勤等工作上面 能投身到 为人民服务的这个事业当中 我感到是无比的高充 无比的清晰 我们没有说是去 大家对我们有太多的了解 太多的认识 但是我感觉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身份 都是我们经过 每一次的生一死换来的 一旦这个国家出现 这个极难显重的硬 我们这个队伍 能够这个招之即来 能够战志能胜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本栏目特约评论员程丽庚老师 程老师 看到这支在高山临海工作的消防救援队伍 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我刚才看到路边的人在向这些可敬人表示他们崇高的敬意 真的他们健康的责任 特别是在森林消防过程当中 责任更重 环境更加恶劣 那么其实在向他们致敬的同时我们在想 消防离我们到底有多近 消防的真正的含义是消除隐患 防范灾患 更加综合性地保护我们生命的安全 他们身上的这种责任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安宁 但是其实是他的负重前行才维护了我们今天的环境 进入到了11月份各地都在进行消防安全的这种宣传 我们在想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责任又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这样的一个安全的保护者 把他们身上的负重剪下来 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需要享受美好安静的生活 好 再次感谢陈立庚 为加强消防的宣传 近日安徽淮北举办 119消防宣传乐启动仪式 11月1号上午 安徽省淮北市举办主题为 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19消防宣传乐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 消防救援队伍进行了一场消防实战演练 演练中 消防指挥中心接警后迅速调派辖区力量到场处置 救援小组利用云梯消防车将被困人员全部救出 最终火射得到控制 活动中 与会人员与现场群众还共同观摩体验了消防装备展示区 灭火器和火场逃生体验区 消防安全常识宣传区 无人机飞行演示区等现场活动 本次2019年度119消防宣传乐活动 旨在切实发动社会各界关注消防安全 维护冬季火灾形势稳定 展示消防救援队伍良好形象 下面进入今天的法治素栏 看看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哪些法治事件 2019年10月29号上午 吉林省长春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组织动员全省一千余个加油站统一开展 远离毒品为生命加油禁毒公益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以远离毒品为生命加油为主题 通过在每个加油站设置一到两名禁毒义务宣传员 采取播放禁毒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 让驾驶员在加油的同时 一目了然接受禁毒宣传教育 厦门海关近日连续查获两起化工雇费垃圾走私进口案 总重397.7吨 据介绍当天实施某进出口有限公司 向厦门海关隶属东渡海关申报进口一批对本二甲酸 总重200吨 现场官员查验发现 这批货物外观呈黄色粉末状 并带有明显的结块形态 经取样送检鉴定 确认这批货物实际主要为包含有机成分的化工废物 在我国属于禁止进口类固体废物 厦门海关在数据分析时还发现 监管场所内还有一批货物同样为该收获人所有 且品名相同 数量也相近 总重197.7吨 但企业迟迟未进行曝关 经海关官员查验发现 两批货物情况相似 经专业机构鉴定 该批货物也是我国禁止进口类固体废物 目前上述两批货物已由海关祭祀部门进行后续处理 来看一则紧情通报 近日有消息称河南伊川农商银行出现储户集中办理业务的事件 并有网友上传了视频和文字 称伊川农商行将破产 10月30日伊川公安发布情况通报称 该传谣者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 好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 河南起源一个救援现场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 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